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历史热门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于邓小平这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领导人 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态 却也留下了未实现的政治梦想 历史调查记者戴晴揭示 邓小平在晚年渴望中国能够像香港或台湾一样 变得更加自由 开放 但他所面临的左倾思想却成为了阻碍发展的绊脚石 此外 我们也将关注陕西咸阳震撼人心的腐败案件 揭露了多名高官的黑暗交易 随着调查深入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两名嫌疑人主动自首 证据链条接连曝光 让人们看到了反腐斗争的决心 最后 我们将进入悬疑紧张的谍战剧 永不消逝的枪声 跟随主人公李明在抗战时期的惊险任务 探索爱与信念 如何在动荡的年代中闪耀光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中国历史热门 我是您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为您带来三则不同背景下的重要事件与故事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内容的出处 节目来源于原创作者 本期节目内容主要来源于 三个不同的报道和创作 第一篇文章来自美国之音中文网 由历史调查记者戴清撰写 探讨了邓小平在晚年时期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设想 第二篇文章则来自著名时事评论频道 大雨拍案惊奇 揭示了陕西咸阳的一起涉及高官腐败的重大案件 第三篇内容是来自 谍公刊片社的谍战剧 永不消逝的枪声的剧情概述 介绍与分析 戴晴 邓小平有个十年布局 死前梦想是中国变香港或台湾 来源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戴晴的这篇文章中 他深入分析了邓小平在七晚年 对中国未来的期望 邓小平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 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之一 他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 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 但他的政治理想却未能完全实现 邓小平曾希望中国能够像香港或台湾一样 走向更加自由和开放的社会 他认为 左倾思想是中国发展的一大障碍 并通过多种政策推动经济改革 然而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 并未得到广泛支持 这一遗憾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的现状 分析 邓小平的愿景反映了 他对自由 开放 多样化社会的追求 然而 经济与政治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 邓小平的思想传承至今 仍然是中国社会在不断追求 经济与政治双重改革的动力源泉 这一未尽的梦想也提醒我们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 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不可或缺的 陕西咸阳案情揭晓 被清零高官身份扶出 被通缉五人 有两人自首 来源 大宇拍案惊奇 这起案件揭示了陕西咸阳一位高官的腐败行为 涉及到土地征用 工程招标等方面的非法利益输送 案件的核心人物利用职权进行利益交换 最终导致多项公共工程项目质量低下 甚至出现了安全隐患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通缉了五名涉案人员 并以先后有两人自首 提供了大量证据 分析 这一案件不仅揭示了高层官员的腐败 也暴露了底层民众在面对腐败权力时的无助 通过及时的反腐行动 政府展示了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然而 反腐败不仅需要权力机关的努力 更需要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监督 确保公共资源不被滥用 保障人民的利益 2024谍战剧《永不消逝》的《枪声灵妖》 来源 谍公看片社 《永不消逝》的《枪声》是一部充满悬疑与紧张的谍战剧 故事背景设定在抗战时期 主人公李明是一名特工 他的任务是潜入敌方情报机构获取重要情报 过程中 他与女工小雪之间萌生了感情 但战争和任务的压力让这一感情充满了波折与挑战 最终 李明成功完成任务 但也面临着更多的未知和挑战 分析 这部谍战剧不仅充满紧张刺激的情节 更是通过李明和小雪的故事 表现了在战乱年代中人性的光辉与爱情的力量 剧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和人物的真实感 令人感受到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与艰辛 总结 今天的节目通过三个不同的故事与背景 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历史的不同侧面 从邓小平的未经梦想 到现实中的腐败案件 再到抗战时期的谍战故事 每一个都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引发您对中国历史的更多思考和关注 感谢收看本期《中国历史热门》 我是您的主持人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中国现代历史的长河中 邓小平无疑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 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然而 历史调查记者戴晴在其研究中提到 邓小平在其晚年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 那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像香港或台湾一样 走向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未来 邓小平曾经在多个场合提到 中国最大的危险并不是自由化 而是左倾 他认为左倾的思想会阻碍中国的发展 导致国家的停滞不前 在他的心目中 香港和台湾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既有经济活力 又有政治自由的国家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他推动了农村的家庭连产城包则认质 允许农民自主经营 极大的激发了农村的生产积极性 与此同时 他还引入了外资 设立了经济特区 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 这些措施 使得中国的经济 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飞速发展 数亿人摆脱了贫困 然而 邓小平心中对未来的设想 并不仅限于经济的繁荣 他希望 中国能够在政治上也实现一定程度的开放 他曾经提到过 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邓小平的这一想法 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许多人对政治改革持谨慎态度 认为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在邓小平的晚年 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 但他依然关心着国家的未来 他曾经在与身边的亲信谈话时 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担忧 他希望 中国能够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 逐步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 最终能够像香港和台湾一样 成为一个自由 开放的社会 然而 邓小平的这一梦想 并没有在他去世前实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的政治体制 依然保持着相对的封闭 社会的自由度 也未能显著提高 尽管经济持续增长 但人们对政治改革的呼声 依然存在 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 戴晴在其研究中指出 邓小平的为实现梦想 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 也是整个中国社会 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 仍然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难题 邓小平的十年布局 虽然在经济上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在政治上 却依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 邓小平的思想 依然对后来的领导人 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许多人认为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为着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要实现他心中理想的社会 仍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探索 或许 邓小平的梦想 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追求的方向 只有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改革中 中国才能真正实现 邓小平所期望的那种繁荣与自由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代情关于邓小平梦想中国 变成香港或台湾的观点 首先我要说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确实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让中国摆脱了贫困 走向繁荣 邓小平一直强调 要警惕左倾思想 因为左倾会导致国家停滞不前 而他的愿景 想要中国更加自由开放 其实就是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 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毕竟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繁荣 只是一个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各位观众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邓小平的愿景是完美的一样 但别忘了 现实是复杂的 邓小平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就 但他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如愿以偿实现 你说政治改革很重要 但你忽略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和各种政治风险 看看香港现在的状况 真是邓小平希望的吗 而台湾从来没有帮中国发展经济做出贡献 你把邓小平的梦想说得那么理想化 真是太天真了 谢琪琪 别急着嘲笑我 邓小平的愿景确实没有完全实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方向是错误的 看看邓小平的改革措施 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的设立 哪一个不是对中国经济腾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再说邓小平也多次强调 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就像孙子兵法里说的 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邓小平深知中国的经济 必须依赖开放的政治环境 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不敢尝试政治改革 就像不敢下水穴游泳一样 只会一直停在岸边 楚天书 你真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承认邓小平的经济政策 让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你不能忽视那些失败的案例 比如东欧国家苏联解体后 政治改革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 反而陷入了混乱 你说的头头是道 但现实是复杂的 中国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稳定 经济再繁荣也是空谈 再说政治体制的改革 难道就一定会带来自由和繁荣吗 还是那句话 邓小平的梦想听起来很美好 但实现起来太难了 谢奇奇 现实是复杂的 但这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追求进步的借口 邓小平在其晚年依然关心国家的未来 这证明他对中国有着深远的思考和担忧 他希望通过政治改革 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 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虽然身处困境 但他依然追求自己的理想 邓小平的梦想也许没有在他生前实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追求 只有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改革中 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繁荣与自由 楚天书 你的激情我很佩服 但你说的这些理想化的东西真的能实现吗 看看现在的现实 社会矛盾依然存在 政治改革依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邓小平的梦想 或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我们需要的不是空谈理想 而是脚踏实地的稳步前进 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 虽然有取经的理想 但一路上的妖魔鬼怪也不少 实现邓小平的梦想 需要的不仅仅是愿景 更需要智慧和耐心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推荐热门节目的内容 我们的目的是提供给大家不同的视觉 不等于我们认同或反对原创者的内容 更不是对大家的行为做任何引导 同时 我们对原创解读未必正确 请大家去节目的原创者频道观看 请给我们这个节目点赞 打赏 欢迎大家就节目内容发表意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赏